地球公民基金 大家好,我是Deter 我來自地球公民基金會 等於就在一個環保餐體工作 我們基金會 關心很多環保議題 我負責的部分是 西部的農地上的違章工廠 那 為什麼我們要關心農地工廠 最主要原因就是 第一個它影響在家的食安 二來它對附近的居民有時候也是蠻大的 一個公安的危險,然後 再來就是它對台灣的產業發展 也是一個蠻大的威脅 因為很多人是在農地上為了 減少成本而在那邊排放污染 或者是不去安裝一些 應該合格的 消防設施等等,所以本身是 會讓合法工業區 合法工業區的廠商覺得 競爭不公平,那每年至今 還是一直在新增這樣的工廠 那今天我們在南東這邊其實看到比較少 就是這邊工業區位沒有 沒有這麼那個 沒有那麼適合 但是在彰化還有台中高雄 新北等地 現在都還是蠻泛濫的一個情況 那其實政府也有想說要處理 然後目前的策略 政府在2019年的修法是不能新增 我們先止血,因為問題很嚴重 我們先不要再新增了 有一些就地合法的機會 只要他願意改善環保跟消防 可以發給他這個臨時的登記 所以這是當時的修法 可是我們就會覺得說不能新設這件事情 到底要怎麼成真 因為過去其實我們的建築法也寫 不能蓋違建 可是違建還是這麼多 那到底要怎麼辦 所以就必須要考 這是法律的條文 所謂新設是指 2016、2020之後不能新設 就是他們設定他們自己 民進黨這種商人的時間 對,所以這就是那個情況 就是舊的可以玩魷魚遊戲 就是過的可以拿到獎勵 然後沒有過的會被拆除 那新的就是直接被拆除 對,但是就是有各種 違建違停、違把偷牌這些都是 都是一直在違規的事情 到底要怎麼樣讓他 真的被監督到 就是大概工廠的那個 那個農田方面 就是在台南 我們想到的方式就是 我們要做一個批次性的檢舉 就是我們民眾因為 今天我們在做創業過程 很多民眾就已經來 向地球公民檢舉了 然後就是因為他們很害怕 被地方政府知道是他們檢舉的 然後我們就是變成說 我們收集大量的這些民眾 送過來的檢舉資料 然後我們檢查他是不是 確實是行證用空照圖 然後我們一次跟一個 縣市政府檢舉10件、20件 然後統一的去追蹤他們的進步 就可以監督縣市政府的執行效率 但這樣還是有點慢 就是說現在這個專案 我們其實執行兩年多 其實一直以來就是 用回報系統的方式 叫DHW.TW 但後來我們發現 其實我們會一直有在釋出 他們用空照圖去做的 便宜點的辨識資料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看得到 他2017年第一次公開 然後大家就看到 13萬多筆的這樣的 既有的衛章工廠 然後就這樣過去了 然後他其實每一年 每一年都有更新資料 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那其實我們可以把 2020年的資料 跟2017年的做個比對 就會發現 其實多了6000筆出來 那這6000筆資料 理論上就是新增的吧 對 但後來我們再去做了一下 資料清理 你都在看了 實際去看一下這些點位 之後發現 其實很多是 因為技術進步 所以新找出來的點 所以不一定是新增出來的工廠這樣 那可是這6000多筆 我們要怎麼樣一個一個去看 就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所以我們想說 那我們來做一個遊戲 我們讓 我們希望更多 我們借公民的眼睛 幫我們看 到底哪邊確實是新增的點位 所以就是做出一個界面 是接2017年的圖資 跟2020年的圖資 然後就可以去把這個6000個點 去辨識出 到底它是不是新 它2017年的時候是農地 2020年的時候是建物 那它就是一個新增建工廠 對 那這個遊戲 這個月剛上 剛剛做 好正式版 然後前兩天 剛上市 剛上線 好 一分鐘 所以 現在我們還在 就是傳播的節目 就是要開始傳播的階段 所以有點希望 除了大家可以幫我們玩之外 今天就是來找 我們去想說農村的大家 會比較關心農業的事情 這不是農業議題啦 其實也是產業議題 也是環保議題 對 然後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電視500家 然後 你要怎麼傳播這件事情 然後 如果有人有前端的 一些專長 可以來修 任天可以取得一些bug 然後對 其他就是找我聊聊 農地工廠這個議題 這樣 這就是PR code 少人就可以進 或者你可以打spot.distractory.tw 對 這掃得到嗎 可以 好 等一下 上簡報找 好 對 所以我們其實之前 這都是一直有下來的簡報 議房團體是今天特別想要聊聊的 對 然後這是我們的貢獻者們 可以給大家看看 就這樣 好 好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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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